接下来选手们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酒庄 而这个酒庄的主人则是一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那么这个球员会是谁呢 先问 诺姆 电话 就先问 诺兰肯定是零啊 对对对 诺兰肯定是零啊 对对对 零啊 现在我们有请黄生老师为大家颁布第二张诺卡 今天的获胜框将有一份大奖 大家开始挑选你们的 选手们在这里又将经历怎样的考验呢 Go!巴西Go!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巴塞球星伊涅斯塔的酒庄 安德雷斯伊涅斯塔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中场核心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上 伊涅斯塔为西班牙队在加时赛中踢入了制胜一球 有人说伊涅斯塔可以媲美梅西 但是在生活中伊涅斯塔却是一个性格谦虚优雅的人 所以伊涅斯塔酒庄生产的葡萄酒也力争符合它的这种气质 西班牙语完全不懂英语翻掉了 这一下落下了 这么大 这么多 他那个总装的人说这里刚刚一个酒都搁了两年了 76% 76% 它要保证了温度恒温然后湿度 然后湿度 然后湿度大概要到76% 整个76%这样的湿度就一直恒温恒湿 要纸吗 对 伊涅斯塔的朋友们盛情有请选手们参观了酒庄 品尝了美味的红酒 虽然听不懂但他一个眼神知道要不要纸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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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选手们在这里还听到了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会是什么呢 这边想到了伊涅斯塔的酒量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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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将和我们的选手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 就是竞猜 西班牙战第二天第一个任务 猜比分 选手们将竞猜西班牙队和荷兰队 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第一场的比分 谁的竞猜结果和专家的一致 谁就赢得比赛 2014巴西世界杯 西班牙队第一场的比赛 将对阵成衣军团荷兰 这将是未免冠军和无免之王的一场终极较量 上届世界杯决赛 就是西班牙对阵荷兰 而正是伊涅斯塔 攻入了加时赛的制胜一球 四年过去了 伊涅斯塔会不会再有上加的表现 他的朋友们又会写出怎样的比分呢 黄岚两队谁又能猜得出来呢 丁玉晨 你也不会西班牙语 就不要和人家讨近乎了 伊涅斯塔的朋友们经过讨论 已经写出了比分 那么这个比分究竟是多少呢 可能是因为在西班牙的缘故 大家都猜西班牙获胜 那么比分究竟是几比几呢 荷兰肯定是零了 对对对对 荷兰肯定是零了 对对对 零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荷兰队是零 大家都猜对了 那么西班牙能踢进几个球呢 究竟是二还是四呢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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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公布这个奖品 每人一瓶 伊涅斯塔 红酒 白葡萄酒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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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现在我们有请黄震老师为大家颁布第二张中卡 此时 蓝队和黄队接到了西班牙战第二天的第二个任务 足球比赛 黄蓝两队进行五分钟的足球比赛 胜者将获得一份神秘的大奖 这个神秘的大奖将会是什么呢 获胜了一方 将有幸去诺坎普 观看巴萨和曼城的对决 哇 欧冠 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巴萨主场队阵曼城 这是欧洲冠军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回合比赛 这一战可谓是诺坎普的生死战 无论对于哪一个球队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 同样为了争夺这次难得的看球机会 我们的选手们同样也输不起 本场比赛中黄征加入蓝队 而黄队则请来了伊涅斯塔的朋友帮忙 比赛开始吧 蓝队先下一城 周铁将笔子拉平 黄征再进两球 时间到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 三比一 蓝队获胜 最终蓝队取得了胜利 而他们也获得了去诺坎普看球的机会 此时的蓝队是非常兴奋 但是黄队则非常沮丧 如此精彩的一场球赛 眼看就要错过了 将是多大地场遗憾呢 但是这个时候 黄征却说 他要给黄队一份惊喜 这份惊喜到底是什么呢 看来今天的黄征可是有备而来啊 他特地提前买好了今晚比赛的两张球票 就是要给我们的选手一份特别的惊喜 黄征送出的神秘礼物竟是两张球票 这让黄队也是兴奋不已